透过神启示天国道的教导,我们终于理解生命的秘密,即创造主做人的终极目的。 事实上,透过天国道的教导,我们也终于理解,为什么历代历世以来,从来没有人能够说明以及解读历史和生命究竟是什么。 实在,这个世界有太多事情发生,有太多渊源。在历史中,曾经有数以亿亿万万的人类出生和离世,他们的授数和事迹各有不同。 在历史的舞台上,担演了大大小小不同的角色,成就了创造主铺设历史路线上各个指定的剧情。 假如世人要追索任何一件事,都必然会追索到更早期的历史、人物、文物、实物宇宙的开始。 因为创造主铺设的历史路线上,实在有太多事物,所以从来没有人能够真真正正找到世界的来源和目的。 这个世间之中,只有神才能够说明。因为世界、历史和人生,全部都是由神创造和铺设,每每都隐藏着创造主自己的目的和用意。 只可惜,自古以来,虽然世人尝试追索历史、文物、生物学或者考古等。 但是,他们只是尝试以极幼稚的思维,不以为用自己有限的人生就可以找出宇宙的傲秘,发掘出生命的源头。 若然世人能够寻找到宇宙是由神创造的话,为什么他们不看神说明的人生究竟是什么呢? 世人和历史被创造的用意究竟又是什么呢? 历代历世以来,人们都尝试在圣经里面尋找,就好像主耶稣所说,你们查考圣经,以为里面有永生。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至四十节,你们查考圣经,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,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。 然而,你们不肯到我这类来得生命。 上述经文让我们知道,原来圣经一直都是marker,是一个标签,是为了指向真正永生的成品而存在。 而这个永生的成品就是主耶稣。 在这个情况,圣经就只是藏宝图,只是一个marker,不是真正的宝藏。 圣经的存在就是为了指出真正的宝藏,永生的成品,主耶稣。 只可惜,历代的法利赛人和假宗教家,只顾拥有了圣经,即拥有这个marker标签之后,竟然抛弃了主耶稣,不要主耶稣,甚至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 所以,法利赛人和假宗教家都错失了主耶稣,失却了天国道而往过一生。 假宗教家不以为圣经里面有永生,但永生其实是由主耶稣带来这个世界,因为主耶稣才是真正永生的成品。 按住神的预定,若然没有圣灵的启示,纵使世人不断看和查考圣经,也无法得知永生的所在。 因为圣经写出来的时候,就不是为了完全说明答案,而是为了塑造永生的成品,永恒辛苦,透过圣经,让辛苦找出当中的谜题和答案。 所以,历代以来,那些从未发现人生谜题和答案的人,全部都是失败者, 就像法利赛人一样,虽然他们拥有圣经,得了这个藏宝图Marker, 但他们却没有发现神救赎计划的谜题和答案。 甚至没有发现主耶稣就是当时代的主角,真命天子。 因此,主耶稣就是指明这群法利赛人,虽然他们拥有圣经,尝试查考圣经, 以为里面有永生,只可惜他们从未找到人生的谜题和答案。 故此,主耶稣明正当时代的法利赛人,全部都是失败者。 圣经是实实在在地存在,全世界教会都是阅读同一本圣经。 只是,圣经却没有明明白白地写出隐藏答案。 故此,世上所有教会都没有一间能及得上石安教会, 能够透切地将圣经解读出来。 因为圣经并非显浅地将答案直接写出来。 相反,神刻意将是隐秘,为要显出神的荣耀。 好让拥有君王般智慧的身符,将神的傲被擦清, 以显出真命天子,永恒身符的荣耀。 针言二十五章二节,将是隐秘乃神的荣耀,将是擦清乃君王的荣耀。 实在,创造主铺设历史的路线和进程,为了要显明历史的终极成品, 就是让历史和圣经塑造身符,然后让身符从万物之中, 找出神隐藏的谜题和答案。 到了这里,让我们想一想,若然单单从神启示的圣经, 就能够轻易找到答案的话,世上的佛教、道教和其他宗教, 都可以堂塞和狡辩,说若然能够单凭圣经的话, 即是基督教自己推崇,是基督教自己一厢情愿地说。 只不过,事实却并非如此,圣经只是一个marker和标签, 为了引导身符石安教会,从时间、历史、万物和古文物里面, 找出神隐藏的终极答案。 这样,世上其他所有宗教就无法再狡辩, 亦不能够堂塞2012荣耀派望信息提供的答案。 因为我们是从历史里的古文物,全世界国家的基建, 宇宙众星和万物定理派, 找出万物的常数,拉线,数学等各种奇妙数值。 发现到圣经以外,原来时间和历史一直隐藏着掌管者, 就是创造主和永恒身父留下的终极和信息。 在整个历史之中,让我们看见有同一位作者, 同一位历史策划者和监管者。 所以,是神带领我们以及2012信息的走向。 在这条法国历史答案的道路上, 神不断借着圣经启示入华牧师, 发现圣经的奥秘和启示, 然后再从历史和万物之中, 找出神进一步以无言无语、也无声音可听的方式, 隐藏在万物和天上众星的答案。 诗篇十九篇一至四节,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,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,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,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, 无言无语,也无声音可听, 他的量大通遍天下,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 原来,圣经是塑造和装备我们, 理解神在万事万物和创造里面, 向世人所说的话。 正如圣殿的结构, 有外院、圣所和至圣所, 合共三个层面、三个阶段。 同样,神的话语也有三个层面。 第一个层面, 是外院领域的律法,即Logos。 第二个层面, 是圣所领域的金灯台, 而金灯台又分为两个部分, 分别是六十六个组件, 预表六十六卷圣经, 以及金灯台上七盏颜点的圣火, 代表圣灵的点燃,即Rima。 至于第三个层面, 至圣所领域的药柜法版, 预表神域,即Oracle。 故此,外院的律法Logos, 圣所的圣经Rima, 都不是所有的终极, 唯有进到至圣所的Oracle, 神以天意,神语吸无言无语, 也无声音可听的方式, 藉着天制, 以及神创造的所有事物, 成为谜题和复仙, 诉说神的圣子, 唯有达到Oracle至圣所的领域, 才是信仰的巅峰, 人生目的的极致。 故此,神藉着2012信息, 就是向全世界颁布这样的圣子, 神是亲自以历史、万物和众生, 解说生命的真正目的。 神亲自以年一日都不偏差的方式, 塑造了石安教会成为永恒辛苦的典范, 成为创造主铺设历史进程的终极成品, 然后再以共同信息的方式, 透过神的创造和已有的历史, 向全人类介绍神的伟大和掌管程度。 透过九年里的2012信息, 以及换除发生的灾难以及历史大事, 充分显明, 这个绝非一个推论, 也不是单单写在圣经里的故事, 是圣经训练我们石安教会不断地成长, 从而在圣经里找出世人被造的目的, 就是天国道, 是世上其他宗教无法推翻的不增事实。 因为天国道和神的心意, 一直存藏在万物之中, 是神以164亿年铺设的历史进程, 成为一个个marker和共同信息, 标记以及指出时间和历史的真正主角, 就是永恒的辛苦, 是时间中的绝对存在, 是神创造历史的唯一成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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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